Hello 歡迎收看酒瓶故事 我是Gary 今集為大家帶來的是 丹公 Chateau D'Amaha 這間酒莊相信認識他喝過他的人真是多餘繁星 他集齊所有Marketing的元素 第一 他是來自法國最出名的酒區 波爾多佐昂的列級酒莊之一 第二 他好喝 而且不難服侍 即開即飲的效果已經非常好 所以你很少聽到有人說 買了一枝丹公 但整晚都開不到 他標誌性的紅果混合烘培咖啡的味道 一落杯一聞 就算你有沒有喝開酒都好 都感覺到這枝一定是好東西 當然 如果有10年以上的aging 這枝酒就會更加複雜更加深水 而第三個原因 就是他有個很容易認的酒標 我想不少人都會認同 對於享樂營的飲家來說 一個容易認的label是非常重要 而丹公的擁有者 是Baham Fili de Horsche 絕對是當中的表表者 在他旗下的酒莊 支支都是獨當一面 Château Moudin本身就不用說了 每年都會找一個藝術家去設定 label 而丹公的酒標上面那位人兄 亦都是完全參照 Château Moudin的葡萄酒藝術博物館裏 一件名為Ottum 2的瓷器收藏品 他就是在古羅馬神話裏的酒神Barcus 他一隻手抽著提子 一隻手拿著酒瓶跳舞 就好像慶祝抽收之喜 所以有不少朋友都會叫這瓶酒做單人舞 不過另一方面 為什麼他們不用城堡的樣子來造酒標呢 我覺得跟他們城堡的樣子都有些關係 事實上他那個樣子又真的不是很見得人 你現在畫面見到的就是他城堡的樣子 我不是Pito 他真的只有半個城堡在這裡 話說Philippe de Horscheu在1934年收購這間酒莊之前 一直都是由創莊家族Dominique Amayat擁有 雖然他們很努力地打理 亦都很成功地在1855年的Classification 位列第五級酒莊 但是家族的財政狀況一直都是一般的 他們由1820年開始已經建造這個城堡 足足建了10年都未建好這座東西 最後因為真的沒有錢 所以完全建不到下去 而阿堡洛駝的最後一斤稻草 是在20世紀初期的一戰和經濟大蕭條 Dominique Amayat終於捱不住 整間酒莊打包賣給Horscheu家族 這個家族接手之後 不知道是故意還是怎樣 沒有幫手建起來 反而在旁邊建一些實用型的建築 一直沿用到今天 嘩他是全波爾多最有特色的城堡都不為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單公在最最開磋的時候 他們的葡萄圓其實是在抹妝裏切出來 所以在酒莊最開始的時候 是叫做抹妝Gamaya 講開酒莊名 就不如繼續講一下吧 單公應該是61間列級酒莊裡面 改名改得最頻繁的一個 由Horscheu擁有之後 為了紀念這個紀念那個 他們改名都改了超級多次 這裏就不足一詳細講了 有興趣在這裏暫停慢慢看吧 不過提一提大家 單公有一段很長時間 是叫做Château Moutons Château Moutons 還要把真正的Château Moutons 最標誌性的樣樣都放上去 所以如果你在街上見到一支這樣樣的東西 記得不要當它是一級裝 去到2006年 老柴家族將收購回來的這間酒莊 他那24公頃的葡萄圓 合併到單公那裏 單公現在已經坐擁70公頃的葡萄圓 你不要看他現在一枝酒賣400多元 就覺得他們快田應該沒什麼料到 其實他們擁有Trimadol最古老的葡萄樹 在那70公頃的田裏面 有20%的樹齡都超過130年 最早那些還可以追溯去到1890年 他們的樣酒工藝更加不用擔心 如果你喝下去覺得它有少少像Moutons 就代表你的Sense非常厲害 因為他們和Chateau Moutons是同一個樣酒團隊 加上他們除了用30%的全新木桶之外 另外那70%都是Chateau Moutons的一連桶 雖然不少支森酒也會覺得 喝單公真的喝到很悶 但要選一支400多元 拿出檯面又見得人 而且又有Promising的酒 它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單公的購買指南 有某幾個年份的確是需要避一避 在1994年滑之前 除了90和82這些世紀年份之外 其他最好都不要買 因為當年他們不是太有心機去管理這一帶土地 至於1995年之後 大致上都問題不大 不過記得要避開2007和2013 這些波爾多的災難年 至於講到值得收購 除了050、09、10、15、16、19 這些個個都說好的年份之外 2004年的單公絕對是滄海為主 順帶一提 最新2022年的波爾多酒 不管你是左岸還是右岸 都被譽為是有能力挑戰 以往任何一個偉大年份 趁現在旗酒的價錢都不是很貴 快點找你們雙熟的酒箱搶貨吧 下一條片如無意外 應該都會是我1萬訂閱的gif away活動 多謝大家這一年來的支持 如果有一直追蹤開這個channel的觀眾 大概都會猜到 今次的禮物是什麼 只能夠說 這個禮物超級厲害 也都絕對適合大家使用 如果你還未訂閱的話 現在就立刻按subscribe 再按小鈴鐺 然後就期待我下一條影片 在下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